原本是上班族的妈妈在网路上分享 怎么煮副食品给宝宝吃 没想到这样的分享 竟然渐渐地累积成订单 最后她干脆辞掉工作创业 靠着宝宝粥一组成名 君妈的食堂 像是宝宝的快乐厨房 各式各样的粥 今天想吃鱼 明天想吃菠菜应有尽有 每位最喜欢吃鸡肉粥的 或南瓜粥 像鸡肉有碎肉在里面 她会想要去搅动 一口接着一口 大口吃尽的营养 是妈妈最大的喜悦 君妈为让宝宝吃得安全 叶菜 根筋类的清洗 到切割都斤斤计较 我们特地把它切到0.3公分以下 也就是在烹煮的时候 它虽然保有一点形状 但是又不会大到让小朋友去噎到 当然最细就是泥 把它打的就是泥 而且做泥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说 比方说像蔬菜泥 因为我们怕宝宝去吃到纤维 所以我们甚至饮用就是说 饮用机器能够把蔬菜纤维打到像泥为止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能够保有它的纤绿 好 欢迎光临 九年前还是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边工作边带小孩 大家族压力下 宝宝一生病一变瘦 指责就排山倒海而来 才开始自己研究熬高汤煮粥给小孩吃 我们是台湾唯一使用黑猪肉做副食品 为什么 因为黑猪肉本身就有它的咸甜的味道 那它本身因为它有咸甜的味道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加太多的调味料 我们基本上是用高压乳下去熬煮六个小时 那而且呢我们还会做绿渣绿油的动作 让它的高汤是纯粹的 就是能够释放出骨髓的营养 然后跟所谓的钙质跟蛋白质 公公是三峡养黑猪专家 熬出的高汤让粥更加香浓 一天又一天 手作宝宝副食品的心得 放上网络分享 这分享最后变成订单 让它成为超过两百万点击率的 网红部落客 无心插柳创造出的高人气 或是他辞去工作 专心走进厨房 我们连米种都有去注意到 还有甚至连蔬菜的营养 还有它的种类 我们在煮粥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是全部的食材一起下去 我们是按照它的那个 就是能够释放甜度 跟它的食材的融化的程度 一样一样一样下去放的 在烹煮完沸腾之后 都要照核心温度的测量 对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跟时间 我们才会结束这个盆煮 食材单向投地把污染降到最低 所有的器皿都经过一整页紫外线杀菌 处女座又是A型 固执性格飙升 既然要做就做到最好 砸下千万 买地盖食品标准厂房 但婆家不认同 娘家也吓到不敢接电话 就怕又要来借钱 低潮时还好有先生 努力和支持 我跟我娘家借贷 甚至借到二胎 工厂二胎 那当然还有包含所谓的机器借贷 对我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 就是我自己的整个内分泌 内分泌身体已经整个都完全失调了 我看到小孩吃得这么开心 就像是我自己的 在喂食我自己的小孩一样 那我当然也是希望 每个孩子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能够吃的就是健康又有营养 创业却是挑最难走的路 一度想放弃 却接到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订单 让他信心大增 他在粥里面加入多种蔬果或是鱼类 营养一次到位 地瓜 红萝卜 玉米的自然甜 成了最佳调味料 海藻大宝宝粥 因为鱼本身有鱼腥味 那怎么样让宝宝能够去盖掉 那个鱼腥味能够接受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就是用海藻这个东西 那为了让宝宝好吞咽 那我们甚至把它打成粉 甚至加了所谓的地瓜 红萝卜 本身海鲜是咸的嘛 那变成是说它可以衬托它的甜 跟它的咸味 它该有的蔬菜 纤维脂 然后它的什么一些钙籍什么的 它给的成分你都觉得是放心 一碗看似直服的粥 有着丰富内涵 更有为人母创业的毅力和勇气 家人永远是事业和家业 最强大的后盾 家和万事兴真的是不变的真理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较无法 字幕收听 我们下转超